我去T7啊 还是随机扫党扶贫 最近的豪猪装备起的就比较硬了 难改一只四加一个70万的T7 也是比较相信主播的暴率 其实某好的装备 咱们肯定是要奔着青涂打 开局上带着热成像一号点 打一下状态 咱们准备直接开看 对了兄弟们 有先至百万账号的 可以来主页换钱咯 掉一个 这一个应该是 抓仓库下边那一队 打掉一个 咱们准备直接往前边压 还剩一个声纹 听脚步是在围枪边上 直接拿雷耗他血 你这能打是怎么的 直接一颗雷炸掉 不知道还有没有队友 咱们先往前边拉 有没有 这听到前边有人跳 确定是玩家了 不确定有几个 如果是一队的就剩两个 拉出来了 三个声纹 秒掉一个咱们大残 T7 还剩两个 有可能是T7对 T7摘了 直接拿手的压制 开拨第一局捧T7 先跑路一波 咱们状态十分不好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满边的T7队 直接来红旁架 看到两个 掉没掉不知道 然后咱们直接拉前点 感觉他们的装备不是很好呢 咱们准备直接压近点 对面打的也是必要从不过来找我 好像在下他对手尸体 这时候看到一个 就掉一个 感觉这个也有点像T7 等了一会儿 感觉他们的打法 不像T7打反 应该是烂仔 一个大哥带着三个小弟 咱们准备直接发起进攻 这边有人 腰射直接打倒一个 还有一个 没子弹了 幸亏这小子敲马了 笑不然这波没了 赶紧跑一手 这小子追过来了 这波当然不死 必有后福 这时候队友已经被他拉起来了 有几个烟雾弹 看看找机会能不能冲几波 听到在打掉 直接拉过来 拿下一个 一波 厮杀灭队 然后剩下的就是 肥肥的舔包环节 其实并不肥 就一个人是全装T 而且T还被塞了 剩下的都是一群垃圾仔 然后那两个盒子也不肥 然后咱们就直接走了 这边一共是刷了 算上咱们是三队人 对面还有两队 为了节约时间 给大家直接跳过来 我这边也是直接选择来到了南迈这边 风火台看到好像是有个盒子 附近应该是有玩家的 这边打过架 这边人感觉不少 旅馆里边 后边大喷子吧 本来以为玩家都在旅馆 发现后边有玩家 看到了 大概一包直接秒掉一个 但是刚才后边好远跑去个人影 还有一个 先把附近点被排了 听到下边有脚 是鸡鸽 那么好咱们先去排南迈那边 这有盒 刚才看到那小子背两把枪 装牌挺肥 应该是填包了 没有听到声闻 但是确定这边刚才有一个影子过去了 看看他了 在这儿呢 南迈小窝尔楼 可是外头架我呢 直接拿下了 我们那边刚才说过了 是三队玩家算上咱们自己 然后这边两队也打架来了吧 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感觉 有的话也只是剩下独狼了 然后咱们就开始舔包环节 这边的话 突击背包 S高 一把势力物资枪 然后他们去世打架了 里边有一把发老 把这边的包向一下 一个大背包 一把MDI 里边还有一个大街 套下包 这边的包套完之后把咱们藏的东西 然后一套 咱们就准备直接撤退了 咱俩那边杀了两队 这边又杀一队 他们杀了一队 应该是没人了 一共五队人 全架着了 对不对 咱那边两队杀掉了 然后这边 这边他们打起来了 有一队 封的台有一个盒子 这边他们打架了 但是不确定 还有没有毒狼 知道吗 就是假如说一个满面队 不确定还有没有活着的毒狼 毒狼来了